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6月18日 昨天呢 看到网络上有很多消息 都是关于10月份 说拜登即将和习近平见面 那么这还有好几个月时间呢 也就是说这是一个缓冲期 这个拜登是老辣 给习近平一个 这个仔细想一想 要不要承认 病毒来自于这个事实 要不要接受拜登曾经暗示过的 无意泄露这个结论 是不是这样 那么不仅是拜登 我们知道 这个白宫的安全顾问 沙利文16月17号 就表示了 说美国总统拜登将寻求在未来几个月内 与习近平见面 接触 说是两位首脑有可能在今年晚些时候的意大利举行的20国峰会 20国集团会 就期间双边会晤 也就是说 非常明确不会邀请习近平来 拜登也不肯到中国 那就找一个开会的机会 顺便 顺便 见见面 见见面讲什么呢 根据今天海外的这个媒体的报道 希望资深报道 他说 我们目前没有具体的计划 但我要指出 两位领导人有可能参加10月份 在意大利的20国集团会议 撒利文在周四的电话会议上说的 那么在欧洲之行当中 拜登与G7的成员国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欧盟的领导人举行了会谈 期间多次强调中共政府的威胁 并承认中国政府构成国际范围内最大的竞争威胁 那么6月16号周三 拜登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也完成两次 首次双边对话了 在对话结束后 双方发表联合声明 宣布将在网络安全等领域展开战略合作 并重新向对方手啊 这个派出派遣大使 首都派遣大使 那么撒利文表示 美国政府将很快开始 与习近平的接触制定正确的方式 那么这可能是一个电话 在一次国际峰会的间隙进行会友 或者其他形式 那有没有可能是视频形式 这很难讲了 他说呢 这次接触是为了评估 我们在这一关系中的位置 并确保拜登和习近平两人能够对话 拜登政府怎么说呢 与中方打交道将是本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考验 并特别指出呢 中共的政府对美国所捍卫的开放的国际体系 构成了严重的挑战 那么实际就是一句话 就是这个关于病毒这个事 我认为肯定是拜登要和习近平摊牌 摊牌不是现在 因为现在还不是时候 因为现在还有工作没做完 找到国内 美国国内啊 这个方方面还没统一认识 究竟这个东西是来自实验室 这一定也统一了 到底是有意释放的 有意释放就是战争行为 不选人战了 造成美国六十万死亡 那人就要报仇 复仇 如果是无意泄露的 那另当别论 可能是不是赔钱了事 有一种可能性 很难讲啊 那么本人认为啊 你看这些政要们啊 怎么讲不重要 看他怎么做 那么与此同时 耶伦也通了电话了啊 这个耶伦也讲了 这个和中国要什么 要这个有限度的脱钩 今天我看到一些媒体做了报道 看行动看什么行动 你看这个对华为和中兴 这个举动大家都已经 这个新闻已经出来 6月17号 这个为了这个填补漏洞 阻止华为中兴产品进入美国的网络 6月17号 一致表决同意 启动一项调整审提程序的计划 这个计划是目的是什么呢 全面仅此批准 五家被认为 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中国企业 产品进入美国市场和美国通用网络 有关企业此前获得的许可 可能也要遭到撤回 这是FCC目前制定的一个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通讯设备和服务的已经清单的 你看这个举度有多大 对不对 自己说不要看耶伦和戴一两个戴琪两个谈谈话 通通话和刘鹤通通话 刘鹤下面这些人和美国保持一点礼节性的应付 这些东西已经不重要了 最重要卡在哪里 就是新冠的问题 因为这个是既成事实 就怎么解释这个事 很简单一个道理 你给人造成这么大一个伤害 这个绕不过去这个玩儿 虽然能说这个事算了吧 死人就死了吧 我们一致向前看 不可能了 你即使是换了川普这个团队 共和党团队 你也是换了 或者换了民主党团 都一样 只要是美国总统 因为他代表民意 这点就绕不过去 所以本人认为 这个十月份 假如我们假定 十月份他们能够见面 也是一个时候 也是一个 没有饭吃 没有美食的一个鸿门宴了 双方肯定坦白 这对习近平来讲是很大的麻烦 习近平 情深不能爱深 不过国家搞成今天这个撑住 这是中华民族的悲哀 他在2012月上台的时候 本人曾经在自由家论电台 发表了一篇文章 我对习近平的希望是大爱无奖 希望他展开宽广的胸怀 学习他的爸爸 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就在过去这个邓小平建设 经济特企的基础上 改革开放的成果基础上 能够开放党金包金 即使不是这样 最起码也能够往民主和法治方向 逐步走一步 走一点 本人在几年前到西雅图 曾经接受了这个万维网的主持人 楚媒的采访 也给习近平指出一条具体的路线 就是什么 从平凡 剥写来留下的这个烂摊子 就重庆的民营企业的冤甲串案 开始带动整个全国的 平凡院船 学习护药帮 走出一条真正的具有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的路 重新改革开放路 非常可惜 习近平没有这个能力 没有这个精神品格 习近平是一个低能狂妄愚笨的领导人 也是中国末代的一个 中共极权统治末代的一个 一个这个 他叫狂想者 一个乌托邦的狂想者 所以他现在已经把牛皮吹破了 走到今天这个地步 本人认为就是谁也救不了他了 除非在十月份之前 中国真能像1976年 这个粉碎四人邦那样 在华国风的那个年代 中共党内还有点修补能力 一举能粉碎这个 习近平这个集团 那有可能让他这个认罪认错 那么这个或许还能保住共产党 但是看来现在看来 这种可能性极低 总共这一般人 今天已经看到了 被习近平都绑架到了上海了 一路就狂奔了 所以本人认为 十月份这个没有 美食的鸿门宴 很可能最后是结局会议 这个习政权的夸胎 也有可能让中国人民付出很大的惨重的代价 但是没有办法 这个大势已去了 这个人们都经常讲嘛 说是记得前扯自见 前世不忘后世之时 但是没有办法 习近平没有这个悟性 所以本人认为不要对十月份 中美啊 拜登和习近平的会面 抱有什么过多的期待 有没有这种会面都成了一个问题 那么今天的海外期待节目到此结束 非常感谢广大网语的收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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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